影席月笑容滿面 听着鱼饭介绍 手抓起一只螃蟹 他在国安官员陪同下 造访首尔陆良津鱼饰场 这是南韩总统自1927年 将近95年来首度造访这个鱼饰场 影席月检查当地水产品的安全性 吃的午餐有石斑鱼炖菜 烤食鱼和清蒸蓝蟹 为的就是要向南韩民众挂保证 目前的水产没有食安问题 因为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之后 影席月成了在野党攻击目标 盖洛普韩国民调显示 75%的受访者担心核污染水 对海产的影响 而更有60%的受访者不愿意吃海鲜 民众对影席月不满意度 更是飙升至59% 而同样以逛鱼市场 大旦海鲜安定民心的 还有日本首相岸田 此举显然无法平行 邻近国家民众怒火 从8月24号 也就是日本启动排放核污水当天 一直到8月31号 东京都厅接获大约38800通抗疫 和骚扰电话 其中就有3.4万通来自中国大陆 日方有关官员提及污染水 这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而已 日方真正应该撤回的 难道不是将核污染水强行排海的错误决定吗 大陆外交部所指的说实话 其实是针对日本农水大臣野村哲郎 一度把日本官方说法核处理水 讲成了核污染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但震怒 要求立即撤回 甚至野村必须两度道歉 而核污染水排放雪上加霜的是 日本环境省九月一号公布了第二次 福岛沿岸水值检验结果 尽管水值在检验标准的安全范围 但却检验出放射性物质穿 对于忧虑食安的民众来说 可能更添恐惧 记者综合报道